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拱立怎么年纪越大越好看 以前记得很土啊 实际上 作为东方顶级美人代表 他一直很美 天平饱满 眉眼宽阔 身材风雨 可端庄优雅 可明艳大方 西方只没评价 最美的东方巨星 但可能是因为大众干拱立的农村戏红高粱 究竟打官司比较多 所以对他美的认知并不多 其实他的骨相一绝 颧骨高 下和方 鼻骨硬朗 皮肉紧实 上半张脸因为寒情的毛子显得灵动 下半脸因为下和方顺的圆顿 这种美很难得 是致命的骨与肉构成的 盛大磅礴浓稠 粉丝戏称大地之母的美 没有人的气场可以比得过拱立的 拱立永远是最好的 在港圈美人神仙打架的年代 他和任何人合影都不会败下阵来 比如拱立28岁时拍摄的电影 星天龙八部之天山同老 在里面他一身白衣 素雅到极致 却出臣到惊艳 仿若上古神明 端庄 威严 清冷 50年一出的大美人林青霞比他大11岁 一直以来被平亮绝东南亚 而两人同台 美貌不飞上下 拱立甚至更有一眼万年的感觉 哪怕是和更年轻的张鸣比较 他也是凭借优越的投身比成为人群里的亮点 和王祖贤 梅燕芳一起出席活动 他根本就不输旁边的两位港圈大咖 一季回忆录是那个练那个扇子 电影拍了五个月吧 那个扇子我练了五个月 每天练两千下 就是一定要是你不能看两个扇子一块扔 一块扔完一块拿 两个扇子一块扔是很难的 不过大概因为演技太出彩 所以这些年来他从未营销过美貌 也不刻意挑选爵士美人人设 但看过电影的观众皆被他的美精道 比如关之灵被评为湘江第一美人 大眼镜 白皮肤 五官精致犹如芭比娃娃 可在西楚霸王里 双疏比美 同时共欲 一个理智 一个鱼姬 关之灵并没有艳鸦 反倒是各有千秋 尤其是拱力的一平一笑 霸气又温柔 正如粉丝所言 真正的大美人不只靠皮相取胜 在绝对的个性与魅力面前 外在之美最不值一提 游记的拱力还和艳鸦之王冰冰和尹过 两人相差十六岁 那时拱四十六岁 亦如往常般素雅出镜 裸色口红 妆容极淡 冰则浓妆艳抹 脸比脖子 手臂都摆好几倍 用力有些过猛 要论抢眼 肯定是农庄的兵更出彩 但要气场 拱力绝对赢得很轻松 高清镜头特写 脸上毫无沟壑 皮肉贴脸 肩颈优越 整体自然和谐 淡然又自信 说来 拱力的强大气场 不是一开始就有的 在刚出道时 他的作品不多 上大舞台有点小见 譬如 和早已成名的影后 潘红共走 嘎那红毯 他身穿白色旗袍 头发盘的一丝不苟 潘红则是短卷发 英丽金沙场 气质更稳 两人站在一起 大家看到的也是潘 他倒是有些不够大气 九十年代后 拱力的电影作品 被更多人熟知 如眼的霸王别姬 拿到嘎那国际电影节 最高奖下 金棕驴大奖 那次 他在国外的地摊 淘了一套衣服 白衬衫 高腰阔腿裤 再配上贝壳耳环 站在海滩边 自信 张扬 无需任何大牌奢侈品加持 人称衣啊 不要以为这一套服装很好穿 其实换个人是灾难 九五后 盐霸官 小童也是过类似穿搭 结果被群潮身材不够好 可他身高一米七四 极其瘦 可为啥还穿出厚重感 原因在于 气质合头肩比例 拱力身高一米六九 头小脸小 骨相好 真正的九头身 且宽肩 风腰鹤腿 手臂有力量感 又不失柔美 整体纤细不单薄 性感不艳俗 和张子怡 杨子琼等国际影星一起走 这腰线 这比例 着实太出众 要知道 陈红可是被评为油画美人 五官无可挑剔 但陈凯德 牵着两位走红毯 下颌偏方拱力 更像鹅蛋脸 陈红更方 远远望去 身材比例一般 远不如拱力 看看这张照片 回头一笑的瞬间 有一种生命绽放的极致美感 所以他不需要浓妆 过浓的妆造反而会掩盖 他自身的特色 越淡越美 越速越显的气场强大 1995年以后 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他 先后多次身穿传统 东方服饰出席国际电影节 作为法兰西第一美人阿加尼 他被赞如玫瑰般艳里 又美又有演技 高贵名媚 1997年 两人相遇于 嘎那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虽然肤色不同 但美是世界性的 他俩手牵手 脱围轻腻 看歌的目光离不开两人 摄影师恨不得对到 拱力 阿加尼脸上 插播一句八卦 拱力的现任老公米歇尔 曾是阿加尼的前卫婚夫 感叹一下世界真小啊 而坐在他们中间的 法国前总统 希拉克男言喜悦 一直用法文表示 我真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幸运的男人 这一次 拱力 阿加尼 德普 白考尔 波兰斯基 克劳迪亚 世界同化 拱身上散发鲜明的中世美 另外 他在国外拍摄的几部电影 更让世界观众看到了中国女性之美 像是少年汉尼巴里的子夫人 搭档小二十岁的男主 简直是姐弟恋天花板 高领之花之美 优雅 美丽 善良 坚强 在电影《中国侠》里 他和铁书艾瑞敏合作 两大美人 一出现就是颜值盛宴 拱力曾说 他不觉得一个女人拥有了美貌 就拥有了一切 青春是短暂的 但如果没有自己的事业 很快就会枯萎 可见 持久的美 不是胶原蛋白 而是有实力有底气 精神自由 财富自由 以及永远蓬勃向上的生命力 说起 巩力与现任丈夫 这俩人在一起 可以说是灵魂的结合 一个是电影 一个是音乐 俩人在晚年时光 相互陪伴 相互支撑 而巩力多次在节目中 表达对男友的喜爱 在采访中 她是这样说的 她是一个很黏人的人 非常尊重我 在这场爱情中 我拥有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能得到巩力如此的赞美 可见米歇尔是个多么称职的男友 两人还经常被拍到一起走红毯 气场强大的巩力在男友身边显得小鸟依人 这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 献杀旁人的 这一切 巩力值得 她被称为嘎纳女儿 还被法国文化部授予了艺术与文学勋章 不愧是巩皇 看完巩力的一生 我们也可以看出 巩力超出凡人的洒脱和智慧 巩力对于人生的体验感 则是比任何人都丰富的 这跟她的性格分不开 保持初心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在经历大风大烂后仍纯洁如故 实在难能可贵 而马克龙访华最靓丽的风景线 就是巩皇随机 可见她的实力和地位也被国际认可 这才是传说中的国际巩吧 而她这次跟着马克龙访华 对于马克龙来说 则是来中国 对于巩力来说则是回家 对于她的身份和为何能够和法国总统回国 我想大概是因为她多年在法国的努力 18次登上丹啊 有嫁给法国著名音乐家 这一切荣誉都是她靠努力得来的 值得尊敬 那一个验发 并非她的代表 那一个验发 所以是在一切荣誉里面的